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在学习了第二课的绘画部分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课的词汇和正文的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接下来的内容是 标准日本语高级 第一单元付属的習慣 第二课食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的单词部分 那么首先第一个,タヨリ 那么タヨリ的话表示音性和通性的意思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 通常是指比如说书信啊 这些往来,消息的往来 那么到了现代呢 有时候也可以指一些比如网络上的信件啊等等 那么比如说互相通音信 音信断了 タヨリが途絶える タヨリが途絶える 那么タヨリ还有一个读音很近的词 什么?依赖的赖 那么也是读作タヨリ 依赖的赖 那么这两个词读音比较相似 那第二个 ニホンテキ ニホンテキ 那么我们在日语中学习中经常会看到 在部分的名词后面加上テキ 构成了形容动词 那么在日语中 以テキ结尾的这样的 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词汇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形容动词 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日语中本身固有的词汇 那么这个词汇加上テキ之后呢 它的用法上既是一个日语单词也偏向于中文 那么它在修饰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ニホンテキ ナニナニ 也可以说 ニホンテキ ナナニナニ 那么在修饰用言 比如说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ニ 做副词一样的使用 ニホンテキニ ナニナニ 那么这个时候 テキ加在后面呢 它的意思非常多 有的时候呢 是表达一种词的构成 有的时候呢 是表达一种比较含糊的意思 等等 不一而足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词汇非常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テキ 它有多少种意思 非常多 有六到八种常见的表达形式 日本的 那后面是一个人名了 オダヒデタダ オダヒデタダ 好 那么首先 オダ之铁 ヒデタダ秀中 那么是我们在这篇课文中 出现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姓名 名前 好 看到下面 ナニガト ナニガト ナニガト的意思是什么呢 あれこれ あれこれ 各个方面 那个这个 比如说 来到日本之后呀 各个方面受您的关照 非常的感谢 好 那么我来日本之后 来日してから 我来日本之后 ナニガト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那么各个方面 都一直承蒙你的关照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ナニガト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これ あれ あれ これ 或者是 所 所 等等 各个的方面 这个 那个 那 第五个单词 ナジミ ナジミ 那么 ナジミ的汉字是写作 迅染 这个词 好 那么它的动词原型是叫做 ナジム 动词原型是叫做 ナジム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的连用型 マス型构成了名词的使用 ナジミ 那么ナジム作为动词来说的话 注意了它的注词该怎么使用呢 ナニナニ に ナジム ナニナニ に ナジム 比如说 我习惯了新的单位 那么 新的职位 に ナジム 我习惯了新的班级 新クラス に ナジム 所以 ナジム的话表示 融入其中和什么很熟悉 非常亲近的样子 那么 ナジミ 它作为名词也表示熟悉 比如说 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我们就可以叫 オサナナジミ オサナナジミ オサナ什么词呢 幼 幼 表示年幼的意思 所以 オサナナジミ 也就是我们中文说的 发小 也可以指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比很熟悉 长大的 也就是 子供時代 小さな時から ずっと ナジムできた 从小时候开始 一直非常熟悉 我们就可以叫 オサナナジミ オサナナジミ 好 那么请和我一起来 朗读这页单词 タヨリ タヨリ ニホンテキ ニホンテキ オダヒテタダ オダヒテタダ ナニカト ナニカト ナジミ ナジミ 好 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那么首先第一个单词 ノミクイする ノミクイする 在日语中呢 这类构词的方法 我们叫做符合构词法了 那么首先 它是有两个词构成的 第一个是 ノム 第二个是 ク ノム的意思 不用多说了 表示喝 比如说喝咖啡 コーヒーを飲む 而ク呢 是タペル的一种 比较 ゾンザナイイカタ 很俗的 口语化的通俗说法 所以平时我们的话 还是用タペル 更加稍显的正式一些 而ク呢 相对比较口语化 而且通常说话 比较随意的样子 那么在构成一个 符合的词的时候 那么ノミクイ ノミクイ的话 首先前一个词 要变成 联用型 マス型 那么后一个词 相加构成了符合词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 撒遍动词的词干 那么所以 ク就会变成 マス型 联用型 クイ 所以ノミクイ 是什么意思呢 飲んだり 食べたりする 飲んだり 食べたりする 吃吃喝喝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把这个词 用印度的方法 饮食 也可以叫做 飲食 飲食 那么所以 比如说 我在暑假里 又吃又喝 结果长胖了 那么 夏休み 去 ノミクイ 吃了很多东西 所以在这里的话 它动词 撒遍动词 何々を飲食 何々を飲食 比如说 今天吃了很多美食 色々なご馳走 飲食 也就是 飲んだり 食べたり 那么构成了一个 符合词 这里是说 撒遍动词 使用 好 看到第二个单词 せめて せめて 至少 起码也 怎么怎么样呀 好 せめて 这个词呢 首先是个副词 在后半句话中 所呼应的语气 往往表示 人的一种意愿 意志 和一种想法 请求这样的语气 比较多 比如说 至少 我也想去一次日本呀 至少 我也想去一次日本呀 那么 せめて 好 那么 一 该话 日本 に 行きたい 请大家注意了 那么在能力考试中的话 せめて 也是一个 比较容易考到的词 せめて 一回は日本に行きたい せめて出现的时候 后半句话会出现人的意志 意愿 这种想法的表达 所以 后面往往会出现 我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得怎么怎么样 那么 那么这和我们在学过的 少なくとも 之间就有区别了 少なくとも 一般就指数量程度了 比如说 至少要100块钱吧 少なくとも 100円ですよ 至少100元吧 那么 如果我用せめて的话 至少我也想 买一个看看呀 買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ね せめて 買ってみたいん 所以 请大家记住了 せめて 中文翻成 至少 哪怕是 怎么怎么也好 那么 后半句话 出现人的一种 意愿 意志 意向的表达 好 那么 来看到后面的 とりあう とりあう 那么又是一个 符合动词了 那么 首先 我们看到 とる是表示曲 あう 接在动词的 后面构成 符合动词的时候 那么 表示是 おたがい おたがい 互相 所以 在这里的话 とりあう的话 表示 互相的什么呢 竞争 夺取 竞争 夺取 也就是我们看到 夺取竞争 是个他动词 比如说 何々をとりあう 何々をとりあう 好 那么 在本课中的意思呢 却是另一个意思了 什么呢 だり 理睬 理会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あいてにする あいてにする だり 理会 什么 那么 在本课中 我们的 这个 角色 他说 我要付账单 可是呢 对方请客的人 却不理会 他的好意 那么 这是什么 取り合ってくれませんでした 取り合う 那么 相当于 あいてにする 理会 理睬 大才 所以 当我们看到 不同的词译情况下 它的使用方法 也会有所区别 接着 としした としした 那么 这里的とし 是指什么呢 年齐 年纪了 那么した 就是指下面 所以としした 一般就是指 自分より 若い 或者是 就是指 年纪比较小的 年幼的 那么 它的反应词 是什么呢 としうえ としうえ 那么 汉词写作 年上 としうえ 那么 可以指年长的 或者年纪较大的 那 下面 つぶす つぶす 那么つぶす的 汉字写作 溃 那么这个是 我们在初级 就已经接触到过的 单词 那么つぶす的 原意什么意思呢 使某一个物体的 形状呀 或者是原本的状态 崩溃瓦解 所以 比如说 我把这个箱子 按破 或者说 按坏掉 那么 おしつぶす 比如说 我把这个东西 踩坏 ふみつぶす 所以它的最原始的意思 可以指什么呢 把东西弄碎 岩碎 压碎 等等 也就是说 通过一个外加的力 使这个物体的形状 破坏 瓦解 而分解开来 比如说 把它摁坏掉 おしつぶす 那么 比如说 把它踩坏掉 ふみつぶす 那么 在衍生的含义中的话 也可以指一些抽象的意思 比如说 にちよびをつぶした にちよびをつぶす 或者是 いちにちよつぶす 那么 介绍一些时间的字的时候 也可以指什么呢 比如说 打发时间 把这个时间 给这么 给度过了 那么 有时候也可以指一些 チャンスをつぶす チャンスをつぶす 浪费了 無駄にしました 浪费了一个好机会 没能得到一个好机会 所以 つぶす意思很多 它使某个物体的形状破坏 比如说 箱をつぶす 可以 いちにちをつぶす 也可以 自分の人生をつぶしちゃった 让自己的人生 就这么虚度白费了 也可以 可以打发时间 浪费机会 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词 つぶす 好 那么一切读一下 这一页的单词 飲み食いする 飲み食いする せめて せめて 取り合う 取り合う 年下 年下 つぶす つぶす あ 我が話を閉めた はじ はじ 那么はじ的话 羞耻吃辱 那么这个词的程度 还是比较高的 羞耻吃辱 那么一个常见的词读 叫什么呢 はじをかく はじをかく 丢人 比如说 今天 在大家的面前 摔了一脚 真是丢死人了 みんなの前で 立派に転んでしまったから はじをかいちゃった 今天 在大家面前 摔了一脚 所以 好害羞啊 はじをかく 所以可以把这个 冠用的词词 一起来记 好 那么下面看到是 やむをえつ やむをえつ 那么やむ的汉字 写什么呢 止 表示停止停歇 而る的汉字 写作得 那么 つ在这里表示 否定 是一个中盾的形式 所以やむをえつ 以中盾的形式 充当连用型 那么这时候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副词 表示不得止 那中国叫 不得已 没办法 怎么样 那么它的敬意表 比如说 有仕方なく 仕方なく 等等 好 那么表示 没办法 迫不得已 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时候 如果放在句末的话 我们就可以叫做 やむをえない 做副词用的话 やむをえつ 好 比如说 没办法 只能走回去了 没办法 只能走回去了 没有末班车了 しゅでがないから 因为没有末班车了 所以 やむをえつ 歩いて帰るしかなかった 我昨天没办法 只能走回去了 やむをえつ 歩いて帰るしかなかった 比如昨天的事情 昨天我得走回去了 所以 やむをえつ 不得已 怎么怎么样 被迫怎么样 那么在近些年的 一级考试中 这个词组也出现过了 やむをえつ 好 下面 おかえし おかえし かえし的话 原来的意思是 归还返还 那么在这里作为名词 かえし作为一种 报答回报 那么加上一个词头 お 表示一种尊敬 郑重的语气 所以おかえし 我们中文翻成 还礼 答谢 和答谢礼品 那么对于作为 日本人来说的话 接受了他人的恩惠 好处 或是别人帮助自己 过之后 作为礼仪上的一个规范 那么必须首先 要 お礼を 答谢 那么如果别人 馈赠礼物的话 那么我们也要去 おかえし をします 也就回赠礼物 好 比如说 那么作为回赠 我送了他巧克力 作为回赠 我赠送了他巧克力 那么我可以说 おかえし に 表示目的 也可以说 おかえし として 作为回赠 おかえしに チョコレート をくりました 或者送了他一些 家乡的礼物图产 お土産 を送りました 所以 おかえし 作为名词 何々 おかえしに 何々 する 好 下面一个 office office 那么外来语 概来语 那么我们意思 英语中一样 表示 办公室 office 比如说 白链女性 office lady 那么也可以叫做什么呢 office lady OL office lady 办公室女性 白链女性 あかし あかし 证明 证据 和字面的意思 很接近 比如说 这是爱的证据 これが 爱の あかしです 这是 勇气的证明 勇気の あかしです 所以 何々の あかしです 比如说 这是 友情的证明 友情 友情の あかしです 何々の あかし 好 我们一起朗读一下 这一证词 はじ はじ やむをえつ やむをえつ おかえし おかえし office office あかし あかし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证 那么下一证出现出现的是 是一个专有名词 名前です 是一个人名了 也是我们在课文中出现的一个角色的人名 那么首先 Toku Nawa Nobunaga Toku Nawa Nobunaga 德川 信城 那么德川是年 Toku Nawa 那后面是 Nobunaga 信城 好 下面地名 Da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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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些常见地名挺大熟悉的 比如说 北京 Pekin Pekin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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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Ko Shiu Ko Shiu 香港 Hong Kong Hong Kong 一些常见地名 请大家要稍微熟悉一下 那么还有比如说 在上海周边的一些地名 比如说 Soshi 苏州 京口 镇江 等等 那么当然杭州和广州读音一样 也是念Ko Shiu 所以这些地名大多数采用的都是音读的方式 好 看到下面一个 Sōdām Sōdām 那么这个词请大家要注意了 首先我们在中文中的商谈 比如说 我和朋友商谈了一下 我和老师商谈了一下 中文中的商谈 更多的是指商量 其实比较接近日语中的Sōdām Sōdām 也就是商谈的意思 而在日语中的话 请大家注意了 这里的商一般指是Business 或者是Shōdai Business 或者是Shōdai 也就是它指的是什么呢 生意买卖 所以日语中说的商谈 一般是指商业谈判 贸易谈判 也就是说和交易买卖相关联的一些谈判 那么比如说中文可以说 和朋友商谈了一下 关于旅游的事情 旅行のことについて商谈しました 那这句话如果放在日语中 那么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日语中的商谈 请大家记住了 表示商业 交易 贸易 也就是Business 或者是商谈のことについて相当する 或者是交渉する 所以请大家记住了 日语中和中文中 有些汉字相似 但是意义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那下面 Fuze Fuze 那么在这句话中呢 首先字面的意思是很接近的 风情 氛围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那种味わい 或者是雰围気 这样的感觉 但这个单词的重点是在哪里呢 読み方です 是他的读音了 我们看到 一般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风比较多的会念 Fu 念长音比较多 比如说 Tai hu 而情我们一般比较多的是念 Jou 比如说感情 Kan jo 那么在这个单词中 两个读音都较为特殊 念Fuze Fuze Fu是短音 情是念作Zi 比如说 这个小镇中洋溢着欧洲的风情 充满着欧洲的风情 那么 下面有单词 Yari te Yari te 那么这又是一个符合词了 首先在这里的te 手呢 是指人 所以呢 前面接上动词的联用型 或者是mas型 表示怎么怎么样的人 比如说 比如说做事情的人 我们就叫做 Yari te 那比如写书的人呢 我们叫做 Ka ki te 那么看的人就叫做 Yomi te 那么工作人也可以叫做 Hata rakite 对吧 那比如送的人 送礼的人叫 O kurite 或者寄出去的人 那么接收方就叫做 Uke te 所以在日语中的话 Te接在动词的联用型 mas型后面 用来表示什么什么样的人 那么当然有时候 隐身的含义也可以指 在这方面呢 比较熟练的人 所以Yari te 也可以指 能手 干脚 等等 好 我们一起来 把这一页的单词 朗读一下 Toku ngawa Nobunaga Toku ngawa Nobunaga DAI LEN DAI LEN SHO DAN SHO DAN FU ZE FU ZE YARI TE YARI TE 啊 看到下面 雜弹 那么首先 杂谈 杂是指 いろいろあります 很多 而且内容比较 涉及各个方面 那么谈就是什么呢 喋る 说话 所以雜弹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お喋りをする 闲聊 比如说 空的时候呢 会和朋友 随便聊聊 我们会聊聊天 那么 雜弹说法很多了 在日语中也可以说 比如说 世间話 表示一些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事情 随便的闲聊 那么最简单的说法是 お喋り お喋り 那么聊天 闲聊 雜弹 那么还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 いろ ばたかんに 警户端 会议 等等 那么闲聊 闲谈 好 看到第二个 センボ センボ 在这个センボ是什么呢 向 对方 比如说 对方是一个公司的科长 センボは何々 会社の課長さんです 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科长 对方 向 的意思 第三个 出身 那么这里重要的一个单词是 出身 那么出身念作 出身 出身什么意思呢 from 从哪来 どこから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出身意思很多 一般我们通俗说可以指习惯 比如说 我是上海来的 上海出身 或者也可以说 出身 那么从上海来 那比如你是东大毕业的 当代出身 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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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出身 就相当于一种from 从哪来的 どこから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可以表示 习惯 也可以表示 比如说 你以前工作的单位 哪个企业 或者是 学校 学历 等等都可以 所以也有出身校 出身别的 什么什么的说法 那么在这里 出身地 就是我们说的 习惯了 那么你在哪里出身的 比如说你在上海出身的 所以请大家记住了 出身 这是个很重要的单词 那下面 自家用车 那么通俗说就是 私家车 或者一个叫 自己的车 也可以 自家用车 比如说每天 我都是开着 私家车去上班的 毎日自家用車 で通勤しています 毎日自家用車 で通勤しています 我都是开着 私家车去上班的 下面 個人情報 個人情報 那么像这样的词 很明显是一个 符合单词了 有两个词构成 第一个词是个人 个人单独念作 個人 個人 情报 注意 在日语中情报 我们不要翻译情报 翻译信息 比较好一些 information 所以 性情报是 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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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两个词 合成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accent 通常是在 第二个词的词头 比较多 所以 个人情报 個人情报 個人情报 个人信息 那比较保护个人信息 個人情报 も 守 那么 泄露个人信息 個人情报 も 漏らす 所以 个人信息的话 也可以叫做 隐私 private private privacy 那么 当然private 是个形容动词 privacy 个人隐私 是个名词 privacy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 朗读一下 这一类单词 第一个 雜次当 雜次当 先 保 先 保 实信 出生 出生 自家用者 自家用者 個人情报 個人情报 好 那么第一部分的单词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请大家稍时休息之后 一起进入到下半部分单词学习 请大家订阅